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个 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肩脾后仗 或者是肃战 第六个 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靈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三股金刚树一 压着左臂以后 从右臂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派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 左手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着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 压着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视以来 以痴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派出 这样派三次气 开始念的圣母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三经长的这种欲言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将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美好感觉 对这种信啊 获得这种欲言 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欲言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也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欲言 是的 反正的信啊 获得这种欲言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欲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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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学习的就是说 菩提心的受持法 受持菩提心的话 前面有个加性 这个加性包括皈依的话 应该是有八支公 前面也叫做七支公 前面七支公等中已经讲了四个支 其中我们今天讲的是随西支 也就是说这一品主要先讲是受持菩提心 受持菩提心 大家也应该清楚 我们前面的加生讲完了以后 进行受持真正的愿菩提心 和信菩提心 那这里这个随西 在前面的一些论典当中也给大家宣说过 所谓的随西 也就是说 无有任何嫉妒心 别人所做的一切善根 发自内心的一种欢喜心 这叫做是随西心 那么别人所做的这种行为 一定要生起一种欢喜心 这是根据居生论的有些道理来解释 所谓的随西也应该这样来理解 随西实际上 我们在大乘论典当中是相当的重要 比如说 学习显观庄论的时候 讲到第二品的时候 有三种修道 修道里面讲的是圣戒修道 回向修道 随西修道 那么分别为 首先为生起的善根就是圣戒 这叫做是行戒修道 然后生起的善根不释坏 这叫做是回向修道 那么不释坏的这种善根越来越增长 这叫做随西修道 随西修道一般来讲 这种善根是从资粮到达 十地 某位之间都具处的 谢谢大家 从资粮到达 第几席 泄关 Hat这種善根病 日文早稍看到 minimu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今天所讲的随戏分为世间的随戏和初世间的随戏 就是两个方面来讲 或者说以其他的一些高僧道的分法 那么随戏又分为下世道的随戏 中世道的随戏 还有上世道的随戏 也可以说 下瓶 中瓶 上瓶 就是三种不同的随戏 这样也可以理解 首先我们所谓的十点随戏 在宗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行乐而随戏 一切众有情 悉苦诸善心 得乐诸福报 意思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来讲 从内心当中应该随戏 一切众生 就是他这里所有的众生 在恶趣当中感受无量的痛苦 让他们在恶趣当中的这种痛苦 尽量早日停止 得以休息 这样的善趣以及 让这些众生获得快乐的果位 获得人天福报的果位 这两点我们进行随戏 实际上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 都有一个因方面的随戏 和果方面的随戏 首先世间的因方面的随戏 我们也清楚 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有些人害怕堕入恶趣 然后从恶趣当中获得解脱的 唯一办法正在寻找 寻找什么样呢 行持十种善法 施禅定 施无色戒等等 他在行持十善 比如说解杀放生 或者不说妄语 不邪音等等 就是做这些善业 做这些善业 实际上是不会堕入恶趣的 一种方便方法 我们看见任何一个人 行持这样的善法的时候 就是从内心当中 应该进行学习 或者说是别人 以前已经造了这种十善业 造了十禅 或者是十无色 以及十无量等等 就是这些善法 造了这些十种善法以后 那么即生当中 他就不会堕入恶趣当中 敌业 饿鬼 旁生当中 不会 要么获得了人身 要么获得了天经 修罗 这样的果位 那么我们看见别人 已经享受人天福报的时候 就是对他进行随喜 这一点 我们这里所谓的世间随喜 这是原来 演唱的电影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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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所谓的随喜 所以我们随喜应该有 身口以三个方面来具足 有些身体具足 有些欲言具足 有些心具足 有可能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平时在随喜的时候 看看真的能不能随喜 那么翻过来说 有些时候我们对别人造了一些恶意 心里面不应该有随喜的这种心 如果生起了这样的随喜心 那么我们也同样地 获得了这种过失 所以我们应该随喜的时候 对一切三法应该随喜 然后对一切恶法不能随喜 如果随喜的话 自己早要获得了一些过失 而且随喜的对境很有差别的 有时候我们比如说 对佛和菩萨的善根进行随喜 那么自己获得了相当一部分 不能说全部 因为我们对上等者随喜 获得了一部分 对中等者诚心随喜 获得了同等的功德 对下等者随喜 获得了超越他的一种功德 如果你基本的一些行为 或者什么事情都没有做 都是光随喜的话 你随喜有没有这种能力也不知道 比如说 你真正让你自己做的话 所谓的随喜 自己心里是非常纯洁的 没有任何烦恼的 那么这种随喜 有没有这种能力也不好说的 因此所谓的随喜 获得同等功德 也有一些界限的 而且自己亲自造一些善业的时候 当然这个功德 应该是超越一切的 是什么 这种能力也 Of 这种能力也不值得 在沿路上 给你决策的其他人的 distinction呢 太人了 我很绝对的是 谈和我的决策忠译一架准查 能力也不值得一些这样的 中文2 决策拐忠识所点 请 召纳策识所点 给我的公司 召纳策程序 公司的区分子太人了 对中国有的 广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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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脱分也是自己获得解脱分的善根 身为阿罗汉的善根 然后获得菩萨的善根分两个方面也可以讲 第二个是这样讲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随随的对性 包括有因和果两个方面的 那么首先是随随随 也就是说我们欣然的随随 在世间当中是 获得阿罗汉果位的善法 获得圆绝果位的这些善法 我们一一地随随的话 那么这个叫做随随随 然后我们如果随随在世间当中 获得了圆绝的果位 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 从果位方面来随随 那么这个叫做果随随 当然这个随随应该清楚 作为声闻行人 在整个轮回看得是火坑一样的 首先对整个轮回 有着强烈的出离心 有了出离心以后 自己要受持别解脱的清净戒律 然后就是决责任我的间谍 如果是圆绝的话 在这个上面 也是有一些法无我的部分 然后自己进行修持 修持死敌 修持十二缘起等等 最后获得了自己的果位 但是我们在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 如果别人修持十二缘起 决责死敌 或者说受持清净 别解脱戒律的时候 我们把它当作自己的对境 对他生起极大的欢喜心 这也就是说 重视到对因法的随性 但是我们有一个人帮助 继续没有准备 所以我会说 重视到这种区块 就像这种区块 决责死神 那点子有没有 决责死神 那点子还没有决责死神 今天我们在决责死神 今天我们在决责死神 是啊 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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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变着更多了 再说 我们在那儿 我们在决责死神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如果我们世间当中 看见有些人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有些人获得了圆寂的果位 那非常高兴 多么随喜 心里这样产生 这是对果法方面的随喜 现在在这个世间当中 也是行持获得自我解脱的 这样的信任非常多 不管是修密法 修显宗 自己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 这样的修行人也是相当多 行持这样的法门的人 也是相当多 我们把他当作对性 对他生起欢喜心 这就是种世道的 因和果的随喜心 比为菩提因 菩提是指的是身为缘解 都称为叫做菩提 那么菩提的因 我刚才也讲了 行持十三法 或者说是修缘解 这些善根 全部是行持菩提的因 我们要随喜 这叫做因随喜 然后如果我们随喜 远离了整个轮回 获得了身为缘觉的果位 这就是过随喜 因此这就是 所谓的种世道的随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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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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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讲 上师道的随习 他这里 也是对大乘菩萨的善根进行随习 当然大乘菩萨 包括佛陀的无量无边的功德 菩萨的从一地到十地之间 无量无边的这些功德 全部是从国王面的功德 那么这些国为 我们也应该一心一意地学 比如说在这个世间当中 释迦牟内佛 阿弥陀佛 姚思佛等等 无量无边的佛陀 也是出现的 他们每一个佛陀 也具有不可思议的功德 所以我们对这些佛陀的 功德善根进行随习 然后世间当中 从一地到十地菩萨 像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 大食指菩萨等等 有无量无边的菩萨 那么这些菩萨的每一刹那当中 利益众生的行为也是无量无边 他自己的功德 也是无法演说的 所以这些我们也应该值得随习 这是从国方面来随习的 然后从因方面 我们也应该没有任何嫉妒心 心欲随习 发心什么呢 就是与所有世间的众生 带来快乐的 如大海一样的菩提心 这是从内心方面来讲的 然后对所有的众生 不但是对他们帮助的发心 而且实际行动当中 行持六度四射的六度万行 那么这是行为方面讲的 所以这是从因的角度来随习 应的角度来随习 因此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 获得了佛菩萨的果位 有无数的大德或者圣者 这个内心当中 也经常这样随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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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讲完了随喜的功德 下面七支功当中讲第六个问题 也就是说 烦恼的黑暗遮蔽着的 然后给业和业火 业力的顺缩一直困扶着 一直夺在特别可怕的轮回的深渊当中 没有点亮或者没有引导正法的话 那么始终都是没有在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机会 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在眼前看见有无数无量的众生缺乏了正法 缺乏了善知识 缺乏了真正转法论的这些尊者 所以说 我们为了利益这些众生 在所有的十方诸佛 菩萨面前应该恭敬的齐情 让他们一定要转法论 以前从历史上看也是 当时释迦牟尼佛成就以后 后来他就不说法 在七七四十九点当中不说法 而前往临终的时候 第十天和凡天 然后供养各种供品 而转转法论 后来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罗业园 转四地法论 开始转了八万四千法门 从此之后 在我们佛教历史上 也是有一个不共的缘起 那么每一个善知识 他对各个弟子 或者有些弟子生起厌烦心 或者有些上师 一生当中的事业圆满 之后没有转法论的时候 依靠一些具足因缘 具足善缘具足的一些弟子的请求 他也会转法论 因此如果世间当中 有佛陀没有转法论面前 我们要提醒转法论 这样功德相当大的 如果有些上师没有转法论 我们一般来讲 不管是任何一个上师面前 如果有些上师真的显得 对众生生起厌烦心 在这种情况下 请求转法论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过有点好但还是能够服较 老师 现在今天还是重开的 如果有些个人在这个社会 我可以尽脱一下 无论再建议 大概是什么 这种情况下 这么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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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在生前 合照恭敬的激情 让佛陀千万不要泪潭 一定要长久住世 并且不要舍弃世间当中 有无数可怜的迷乱众生 一定要救度他们 一定要度化他们 应该怎样想 以前从佛教历史上讲 也是佛陀显示涅槃的时候 当时衬托有婆司 在佛陀面前进行祈祷以后 后来有些历史上说 三个月当中没有显示怨戟 有些四个月当中没有显示怨戟 后来有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当中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吧 大概他老人家是六十七岁 六十七岁的时候都这样说的 我的宿命本来按以前的 一些佛陀大师的手机的话 基本上六十六岁 或者六十七岁的时候 跟蒙彭仁波去同水 那个时候应该实现怨戟 但是很多僧众再三其轻 所以我依靠 我的这种幻化身而住在人间 后来很多年当中 没有实现怨戟 是依靠大家的祈祷 有很大的必要 所以我们看见一些善知识 趋入涅槃 或者要接近涅槃的时候 在他面前实现 一定要祈求 长久 住世 黄色谷子咨诺人们 何年五十七岁 有利导这种方式 在这样的乐队 model上是多四十一年 全体开始这个地牢 它就算了 变造的 跳舞的派众 同样 包括石川普 因为是不够的 这种不够的人 成功是不够的 rot银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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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